今天我们早上一大早就看到天气很下雨 但是看到你们很多人来真的很好 弟兄弟兄弟兄 我们开始了 所以看到你们来我们都很高兴 但是冒着雨来 弟兄弟兄 OK OK OK啊 OK 就是当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你会怎么办 当你在讲或者是在做一件事情 有人又在旁边给你讲很多的话的时候 然后你会怎么办 没有听你讲话你会怎么办 怒气 哇对了 所以谢谢我们两位弟兄的配合 他们不是真的 他们是配合我 谢谢你们 对 对这个是因为我要带出我今天的讲题 当止住怒气 所以今天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怒气 对不对 你最近 因为什么事感觉到很生气吗 有没有 有啦 我的老公 我的老公 我的孩子 我的上司 我的同事 是吗 是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怒气 OK 那今天 我们就来一起分享 我今天要讲两点 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来 谢谢 祝我们感谢你 我们知道 神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创造的 所以我们把今天的 讲题 我们所讲的内容都交托在上帝你的恩典的手中 求圣灵来恩告你的仆人 让仆人在你的十字架背后 来发出你所要让我们学习和领受的 让这一切都能成就你的名 让我们一起的学习 感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所以我今天要讲两点 就是生气背后的原因 还有第二是够了当止住怒气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怒气需要父母交吗 需要在学校学吗 不用 还是一出来就有了 是很自然 就会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生气呢 我们为什么会生气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和认知 所以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标准 所以当你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当你看到遇到一些 很多让我们很生气的事 哎呀 他为什么又这样做了 或者是当你驾车的时候 人家 插过去了 为什么 你就会生气 当你回家看到孩子 还在玩手机啊 还在看电脑啊 没有学习啊 你就生气 你就生气了 所以呢 我们看 听到别人说一些 我们好像不爱听的 不符合我们的那些话 或者做那些事 我们就会生气 当别人冤枉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会生气 所以当我们的成果 被人家搞砸的时候 我们也会生气 对吗 所以这一些就是社会上一些不平的 所以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太多让我们心怀不平 火冒三丈的事情了 对吗 所以 人生气的原因呢 不在乎人说了什么 或做了什么 人生气的原因呢 是在乎我们怎么样去 解读对方的语言 或者是行为 你怎么去解读他的话 和他的行为 有一些人跟 开业牧师讲 OK 这话没事 有些人可能跟我讲 我就生气了 所以不一样的 因为每个人的 标准价值观和认知都不一样 所以 我们 那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生气 发脾气 暴躁的一个人呢 我知道有些人很容易被激怒 所以当你生气的时候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 我为什么要这样生气呢 我为什么 我生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有没有想到 都是老公气我咯 都是孩子气我咯 是吗 所以 对 他们 因为我们人与人之间 都是有话语上 有些 不好听的呀 或者是 我们不喜欢的呀 会惹怒我们 但是 有的时候 这些只是表层的一个现象 背后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呢 它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东西 需要去面对 需要去处理的 但是也有一些是单纯的生气 它没有原因 就是 就是因为 我不喜欢 那生气呢 其实也是一个 划清界限 来捍卫 自我的一个情绪 所以这个情绪 每个人都有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 有没有人说 我没有发过脾气的 有吗 不敢讲 我也不敢讲 因为我也是有发脾气 有生气的 所以所有的情绪背后呢 都隐藏着一个潜在的需求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需求上面 你没有解决这个情绪的话 那它就会找另外一个地方去发泄出来 所以我们对情绪呢 有的时候 哎呀 很偏激 认为 发情绪不好啦 为什么 你们总是生气 总是发怒 不要生气啦 不要吵闹啦 所以这些 如果这些的情绪被压制的话 尤其是我们华人所讲的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 不可以发脾气 不可以流泪啊 所以情绪如果没有出来 它就反过来 会压住你内在 它就会怎样呢 你自己就会有一个 内在的一些的伤痕 伤痛 好像自卑啊 自责啊 自怨啊 或者自毁的行为 所以生气发出情绪呢 是没有错的 我们是需要发出这个情绪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怎么发 我们要知道 我发这个 我生气是什么原因 所以生气背后 有一些隐藏的原因 什么原因呢 就是伤痛 因为过去的伤痛呢 会使我很愤怒 因为我一直没有处理这个伤痛 所以有些呢 这个伤痛呢 是来自你的家庭 你原生的家庭 你的环境 或者是那些人际关系啊 人家冒犯你了 或者是语言的伤害 所以没有真正处理这个伤痛的话 这伤痛一直在 当人家再讲的时候 这个软弱的地方很痛 它就会怎样呢 你当遇到这样同样的事情 触动到你的伤口了 你就马上怎样呢 跳起来 就好像我们打疫苗 我们打疫苗是痛的 对不对 当有人拍你的时候 哇 你就会怎样 叫起来 喊起来 所以一样 如果我们心里面的伤痛 没有处理好 那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又会爆发 还有第二点就是 不被在乎 不被理解 尤其是我们夫妻之间 我们做妻子的 我们可能做一些事情 想让丈夫来肯定我们 赞赏我们 但是呢 他没有赞赏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呢 哎呀不在乎我了 觉得不被在乎 所以你持续地付出关心和关心的话 别人没有关心到你 你就会觉得 哎呀不公平 没有对等 还有一个就是期待 期待就是你对别人很有期待 在你的关系上面呢 你期待对方能够要怎么样 好像夫妻或者是孩子 夫妻 我煮饭了 我想期待你回来赞赏我一下 哎呀老婆煮得很好吃 煮得很好 你这样做很好 可是他没有 所以孩子也是啊 你为孩子做了 你想要孩子 哇妈妈你真好 你做得很好 很期待这样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做 对方没有给你预期般的回馈和反应的时候 单方面的付出 最后呢 就成为愤怒的情绪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痛苦的是什么呢 我们期待去改变那个人 跟我一样 那别人也期待 能改变你 跟他一样 所以这也是一个期待 但是是一个很痛苦的 因为什么 很难改变 对吗 那我们也知道 有一些迁怒 迁怒有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会经常发生的 为什么 因为有些生气的时候 其实他并不是因为这件事生气 而是因为他之前 或者是 OK 老公在公司 被老板骂了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 老婆不知道 所以老婆就跟他讲 你今天没有买那个水果呀 我们水果没有了 买什么买 我都没有时间 我很累呀 所以这个就是迁怒 为什么 他并不是因为这件事 而是因为别的事 他就迁怒了他的怒气 所以我们的怒气 常常就是 有这样 不论是 在公司不敢发怒 回到家把这个怒气带回家 孩子啊 妻子啊 甚至你的小狗 都被他提一下 对吗 因为他迁怒 所以都成为他迁怒的对象 所以我们可以发怒 但是不要常迁怒于我们的亲人 这样很受伤的 美国的家庭辅导中心的 莱里亚阿兹维多博士说到 他说生气是一种刺激情绪 生气其实常常掩盖着背后一个更深的 可能是孤独 觉得自己很孤单 没有人来爱我 关心我 他就觉得生气 那里面有可能也是一个苦毒 有的时候是恐惧害怕 也可能是对他前面未知的道路 不知道要怎么样 所以他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他也会产生生气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受伤而生气 所以有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家里也好 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的时候 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 有的时候 都是从他们有一些东西当中会发现 有时候孩子觉得委屈了 他就会用生气来表现出来 对吗 有时候觉得羞愧了 他也是用生气来表现出来 也许可能他是难过了 他也用生气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用生气来表现我们的情绪 那对不对呢 没有错 但是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你里面的内在 还是说你真正的因为那些事情来生气 所以当你更深地了解情绪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最核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知道有些就是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的 所以生气也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 对吗 什么影响 最重要就是破坏关系咯 然后呢 还有伤害你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 如果我们好像这些最核心的需求到底是什么的话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隐藏的原因的一个警讯 所以你如果它要爆发出来的时候呢 就反映出你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如果你对这个警讯呢 就是有警觉 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 那你就会控制你的情绪 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呢 其实你这个情绪呢 就会攻击你身体的不同的部分 因为有些人总是觉得 哎呀 发脾气吗 生气吗 是很自然的反应 其实呢 这个反应呢 就是让你知道你哪里有一些的问题了 所以让我们要生气 不是说不要生气 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发这个脾气 生这个气 好 OK 那我们知道有些人说 哎呀 发脾气而已吗 你知道生气发脾气 它生理和心理是相联系的 所以你生气 你经常生气的话 就会影响你的身体 有没有听过生气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真的有气死的 真的有气死的 因为当你生气的话 你身体部分的那些器官 好像很容易得什么 高血压 对不对 心脏病 然后有一些你的呼吸就困难了 有些你经常发脾气的话 影响你的肝脏 影响你的肠胃 还有你的内脏功能混乱 所以对这些都不好 有些人真的是生气的时候 吃不好 睡不好 有没有 有 我们都经历过 对不对 但是真的有气到死的 因为我有看 对的 气到死 因为你去看视频都会有 有一个夫妻吵架 然后两个人很生气 老婆就气得回娘家了 然后这个老公在家里 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生气 她就气到她的脑血管破裂 然后带去医院的时候 抢救 没有抢救过来 然后老婆知道的时候 来到医院的时候 她哭到 她就一直讲 我不应该这样生气 我不应该这样生气 所以我们都知道 这些带来的影响 我不是专家 我只是找了一些资料 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你的自控能力 有多强呢 别人怎么激怒你 你都不生气吗 还是你是一激就生气的人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华人会教导我们 忍啦 忍啦 忍一时风平浪静 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教导 所以情绪如果你没有发出来 你越忍耐 在你的心中 就会产生更多的情绪 因为你没有发出来 你没有解决它 所以它就会 另外一个情绪又来了 越积越累 越积越多 越积越有很多的怨恨 它不会消失 除非你要好好地去处理它 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打油诗 让你莫生气 莫生气 来我们看一看 来 一起读啊 讲什么 莫生气 莫生气 未点小事发脾气 气坏身体无人替 莫生气 莫生气 我若气死谁如意 况且伤神又非力 莫生气 莫生气 全当他在骂自己 不气不气 真不气 这是一个打油诗 所以让我们莫生气 但是呢 这个只能给你短暂的 一个平复你的情绪 但是你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吗 很难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 不论是老公惹你 有的时候人家说 老公惹我了 让我生气 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 是我 是我选的 是我选的 这个老公是我选的 然后那个孩子惹你生气 你就要在心里说 嗯 是我生的 是我生的 这个孩子是我生的 所以你就会 减少你的生气 对 所以要记得 没有人能伤害你 除非你允许 允许什么呢 允许这个伤害 在你的里面继续的发酵 你就会 又生气又受伤 所以你就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我们要记得 没有人能够 伤害你 除非你允许了 你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了 你就会继续在你的心里面发酵 那有人问 基督徒可以生气吗 有些人说有 有些人说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 因为生气这个情绪 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我们是可以生气 但是上帝教导我们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要怎样呢 慢慢地动怒 OK 这个美国总统 之前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生前他有一个规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 任何他在愤怒之下 因为他们领袖 国家领袖 一定有处理很多事情 所以他有个规定 他在愤怒之下 那时候没有email嘛 写的那个信件 写的信件 他必须 这个信件 他写出来以后 他必须放在他的办公室 放24小时 就是一天 他才寄出去 如果这个冷静期结束 他觉得是有必要寄出去的 他就会把那封信寄出去 如果他觉得 是我的愤怒之下写的 就怎样呢 我就要收藏 我不要寄出去 所以直到杜鲁门去世的时候 他的办公室都有一大 他的抽屉里散满了 还没有寄出去的信 所以时间能改变 时间能改变 能带来改变 所以生气呢 不一定犯罪 但若你长久 你的气闷在你的心里面 那个怒气发作了 你就很难不犯罪了 圣经里面有一个 因发怒而犯罪的是谁呢 谁还记得 圣经里面因发怒而犯罪的 创世纪里面 我们记载的是谁 该隐和亚伯 对不对 该隐 所以该隐就是要献物给耶和华 所以亚伯也献物给耶和华 亚伯就是从他羊群里面 选了投生的羊和羊的旨献给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看中的是谁呢 亚伯的贡物 那该隐呢 是从地里面 随便拿了一些的贡物 就献给耶和华 所以上帝看得中他的 祭物吗 上帝没有看中他的祭物 那该隐就怎样呢 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对不对 所以他 该隐就是在献物事上面呢 他是心不在焉的 没有尊重 他随便拿了地里的一些的物品就来献 所以随意凑合呢 图有形式 没有诚意 所以上帝呢 不是说看你有没有供应 我拿来那个东西给你就好了 不是说东西来了 上帝就高兴 而是说他看我们怎么献 他看我们在他面前的态度 所以呢 该隐的态度呢 上帝不喜悦 所以他就 他就呢 发怒 他向神发怒 他向神发怒呢 不用紧 然后呢 神不喜悦他的贡物 他就把这个怒气 迁怒给他的弟弟 把他的弟弟怎样呢 杀了 所以 该隐没有在这一方面呢 去反省悔改 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是否也走了该隐的道路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是不是 也走了该隐的道路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犹大 在犹大书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说 我们有祸了 因为我们走了该隐的道路 他们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这个他们是谁呢 就是那些有敬虔外表 却违背敬虔实意的假的老师 不但是他们 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 对不对 让我们检查一下自己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生气 哇 这个牧师不好 讲的什么呀 我不喜欢他 OK 我不来教会了 我去别的教会 然后不赞成组长组员的做法 哎呀 他们做的都不合我的意 都不符合我的做法 OK 我不要来小组了 或者是服事的时候 服事的时候 你让他坐这边 他说 我不要 我要去坐那边 你为什么要安排我 OK 我不要来了 我不要坐了 所以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 在神的面前 也是轻看上帝呢 我们献的是什么祭呢 有的时候我们总是讲 我要献活祭 我是活祭 高兴的时候我就献上 不高兴的时候我就走下来了 因为我们是活的嘛 经常就是按我们的心意 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 所以这是不讨生喜悦的 所以我们要 我们如果顺从我们里面的情绪 去生气发怒啊 甚至恨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的话 这一刻呢 就是在神面前就成为是作恶的了 所以当该隐他向神发怒 没有用的时候 他迁怒他的弟弟 所以要留心 我们要留心这个怒气 会使人犯罪 那该隐呢 就给魔鬼留了地步 所以大卫呢 就在诗篇上 所教导我们说 够了 当止诸怒气 这是我们的第二点 所以诗篇 三十七到八章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来 当止诸怒气 离气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所以我们当止诸怒气 离开那个愤怒 所以我们也知道 我们都是人 我们会发脾气 我们都有情绪的 我们会生气 领袖会生气 那上帝会不会生气发怒啊 会 对了 圣经记载 有三百七十五次上帝发怒 在旧约当中 在旧约当中 上期的怒气是怎么样呢 因为上帝生气他的百姓 来击败别的神 在所罗门 上期生气所罗门 因为所罗门 上半生很好 紧紧跟随神 但是呢 他之后 他取了三百 非子 三百加力跟着他 所以他受他们的影响 就离弃了上帝 随从他的那些 非子来去敬拜 别的神 也还建他的庙 所以上帝生气不生气 上帝生气 上帝生气他离弃了上帝 那上帝也对 犹大国和以色列国的百姓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拒绝上帝 通过先知对他们的教导和警告 做很残虐的事情 为什么 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儿女 焚烧献给 别的神明 然后敬拜别的神明 来换取他们想要的那些财物 和他们想要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个做法 不讨神喜悦 所以上帝向他们发怒 耶稣基督也会发怒 对吗 你还记得在哪里发怒吗 在哪里发怒 因为他在店里面赶出那些 做买卖的人 对吗 因为那些做 他说 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 你们却使他成为了贼窝 他在那些人在店里面 卖这些鸽子 卖那些 就是交换钱币 所以上帝就拿鞭子给讲 推翻了桌子 把他们赶出去了 因为这是圣洁的店 他们拿来做交易了 还有一次 耶稣是进去 在安息日经会堂 他们都知道 安息日是怎样呢 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有一个哭干手的人 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们就看耶稣 看你是要医治他 还是不要医治他 为什么呢 他们是想要控告耶稣 但是耶稣就问他们说 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人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所以那些人都不做生了 耶稣就怒视着他们 所以耶稣就忧愁他们的心 已经刚硬了 但是耶稣也医治了那个人 他说你拿出你的手来 他的手就复原了 所以上帝和主耶稣发的怒 是什么怒 是义怒 是圣洁的怒气 神的愤怒是义怒 义怒就是从天上显明一切 上帝的愤怒会发在那些 不敬不义的人的身上 就是那些行不义 阻挡真理的人 上帝是为了要向他们 来彰显上帝的公义 所以神的愤怒并领到那些悖逆的知识 因为神是公义的 我们只能要为神的国 神的义 神的荣耀 还有神的旨意 以至体会神的心意而发义怒 所以义怒是必须的 如果你看到不公义的事情 你不去发怒 那你就跟这个世界妥协了 对不对 所以那就不好 那你想一想 你发的是义怒 还是义怒 两个不一样啊 两个不一样 看到了吗 你发的是义怒 是上帝公义的怒 还是你容易发怒 义怒 OK 所以我们要审查自己 我们生气呢 是不是为了神 为了真理的缘故 还是为了我们自己 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缺少耐性 也没有见识 不够深思熟理 才过急躁 因为上帝说 上帝不轻易发怒的 对吧 真言十六章三十二节就说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制伏其心 强如取成 所以保罗呢 就劝我们 要弃绝愤怒 因为弃绝这一切的事呢 这些恼恨 愤怒 恶毒 毁谤 和口中误会的言语 雅各也说 因为人的怒气 不成就神的义 OK 那我们止诸怒气了 之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 真言十九章十一节说 来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人有见识 不轻易发怒 宽恕人的过失 便是自己的荣耀 所以我们要讲呢 不单不轻易发怒 还要宽恕别人的过失 所以如果我们有跟人家 有纷争 有争吵 怎么办 我们就要和解 饶恕 还有意志 所以我们要 有几个方面 我们要去做的 就是要立即和解 因为上帝也教导我们 如果你跟弟兄 有分钟怀愿的话 你要把礼物先放在台前 先去跟弟兄和解 然后才献礼物 这样是神讨神喜悦的 那尽力与众人和睦 因为圣经上 多处都教导我们 要与人和睦 所以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他说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宁可让步 拼凭主怒 因为神 圣经上记载说 神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罗马书就教导我们 当然我们要 饶恕伤害 冒犯我们的人了 因为如果 你永远无法去 饶恕他的话 你心里面就没有得着这个意志 我们知道 饶恕其实是一个过程 有的时候很难 他是他做的不对 为什么要我要饶恕他 为什么要我跟他道歉 对不对 我们就很挣扎 所以饶恕是一个过程 每次你想起来 饶恕他的时候 其实也是释放你自己 好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去饶恕了别人呢 可能你嘴上说 我饶恕他了 可是你一提起来 我们又心里冒火 对吗 那你怎么样知道 我已经饶恕他了 就是说 你不再感到受伤了 当提起这件事 已经是不受伤了 只是这件事还在 所以你的心里面有平安 那就是饶恕了 所以彼此饶恕呢 是主怎么饶恕我们 耶稣也教导我们 神怎么饶恕我们 我们也要怎么去饶恕别人 然后呢 不是一次 两次 七次 是无休止的 就是连续的一直去饶恕 当然我们一定要靠着我们的爱心 所以要存着爱心 爱能遮改许多的罪 爱也能包容许多人的软弱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所以神赐给我们这个爱 祂爱我们 祂先爱了我们 我们也要去爱那些伤害 和冒犯我们的人 所以你是怎么止住你的怒气 又和人和好的呢 又跟他建立关系 有没有 我相信我们大家也有 对不对 所以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做到呢 就是要真正地 解决核心的问题的话呢 面对我们的伤痛 要真正解决核心 就是要有这几点 一定要当 哎呀 你说 发都发了 我的气发都发了 也回不来了 怎么办呢 是 发都发了 但是你之后 你还可以再安心思考 我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要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腾出时间和空间 让自己沉淀你的情绪 然后呢 审思我的生命 我到底挖一挖你里面 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想一想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这样不舒服地感觉情绪 是什么原因 到底来自什么原因 到底问题处在哪里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 我刚才讲了 我们有时候发脾气是 表面的 表层的 但是它有背后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找 不要抗拒这个情绪 这个情绪是可以发的 不是说不可以发 这个情绪是可以发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发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情绪 所以不要抗拒这个情绪 因为这个情绪你发出来呢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理清 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状态 所以不生气不是答案 是找出那个答案 找出那个原因 才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所以那我们如果真的 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对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好处 我们一定要找医治 好像我们也有医治室 或者是找领袖 来医治我们内在 看一看我们内在 是什么原因 因为我们找了医治内在 或者是你找资深的牧师也好 我们的医治室也好 你把里面的这个情绪发出来 因为有这个资讯 有面对这个人对你的倾听 你发泄出来的时候 是会改变我们内心的 因为神的允许就是要 医治和恢复我们 所以医治和恢复 如果你没有发出来 那里面你那个情绪就成为定时炸弹 你没有去处理呢 这个炸弹有的时候一碰就爆了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去处理 你不单你爆了 你更炸到你身边的人 家人 朋友 和你的可能是组员 可能教会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接受内在医治 最好是处理最深处 所以洁净的不是生气而已 而是带来关系上的合一 恢复我们的关系 那是一个最美好的事情 因为上帝要的就是我们这样 所以我们人都有责任 要制服这个罪 但是难不难呢 难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 但是神说我们要仰望他 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的人 刚才有讲了 我们人的观念 思想观念 价值观很多都不同 我们也不完美 所以尤其是我们的观念 所以尤其是在我们 尤其是我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那我们还是在那个老我当中 对吗 所以神是有恩典的 不要跟人过不去了 所以我们不单 要是为了我们不单 就是当我们有这个怒气 发生争执的时候 我们去跟对方道歉 也有可能别人触犯到我们 我们当然也希望对方跟我们道歉 我们不单是要去道歉 而是要在生气的当中 就是那个圣怒之下的那个反应 要去道歉 要去跟他讲 对不起 我不该有这样的反应 而且我们真的要去恢复我们内在 要得着医治 所以这一切都会帮助我们内在的问题 能够更深地解决 让我们真正地恢复 让我们彼此的关系更加地好 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胜过了这一切 不是说现在让你马上停止了 你就是不发脾气了 你可能还会发脾气 但是你发生气的那个时间会短 对不对 谁有生气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 有吗 对 我更厉害 以前我生气 我两个月不跟老公讲话 所以这就是在内在 所以现在就感恩 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但是会不会生气 还会生气 生气了去解决那件事情 解决了这一切 不单修复我们彼此的关系 实际上是我们对日后 要走一个更健康之路 所以我们心里就没有存在那些伤痛 我们就会有喜乐在我们的心里面 也不会有伤害人的意念 对不对 而是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效法主 学习饶恕 仰望神 所以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快乐 就人家如果讲一句话 就不会你那个伤痛 一碰到 你又爆发了 所以不会再碰到你受伤的地方了 因为你知道 有些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去接受 有些事情 我们要怎样的把它放在一边 好 那我现在要总结了 我们知道指中怒气 挖出内在的原因 你的生命是很不同的 哥罗西书说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好像用言调和 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 对吗 所以呢 我们要 当我们有这个怒气的时候 我们要常常想到神的话 我们用言来调和 就知道怎样回答个人 所以 暴躁的人呢 他的话里是没有味道的 应该用言来调和 你是暴躁的人吗 不是 不是 所以我们就 最要紧的就是 一定要靠着圣灵 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我们的肉体的情绪了 我们也会靠着圣灵消除我们的怒气 当我们止住怒气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有那个节制的果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去止住我们的怒气了 我们就靠着圣灵来接出我们圣灵的果子 知道圣灵会帮助我们 能够吸了我们的火 到时候你想发也发不出来了 所以呢 刚才我们讲的是陌生气 陌生气 对不对 现在呢 我又做了一首 打油尸 刚才的不是 现在我是口鼻他的 现在呢 我做的一个是什么 我这样写的 你听就好没有打出来 慢生气 慢生气 他人生气 我不气 破坏关系 伤感情 慢生气 慢生气 圣灵帮忙 众和睦 快快和解 消怒气 慢生气 慢生气 言语常常带和气 恩典喜乐 征服气 Amen 感谢主 所以OK 我们先唱这首歌 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对我们的主作 乐和花 有恩 为不清 一发怒 满游 怜悯 痴爱 到完蛋 张开双手 是万物的宝珠 心靠你 我什么都不缺 是的 从头来说 是的 从头来说 乐和花 有恩 为不清 一发怒 满游 怜悯 痴爱 到完蛋 张开你的双手 张开双手 是万物的宝珠 是万物的宝珠 心靠你 我什么都不缺 我的心 我的心 要淡淡依靠你 我的口 要大声赞美你 你比成就美好 实在我生命 我要永远 承送你的秘密 是的 我们因为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神是有恩典 有慈爱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的呼召不需要你在前面 就在你的座位 因为这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来祷告 如果你还是因为有一些事情 没有处理你内在的情绪的话 你跟上帝讲 上帝你帮助我 让我能够解除一切的 心里面的怒气愤怒 让我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力 来战胜 让我能够慢慢的 能够成为 能够讲出造就人的话 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 来我们一起祷告 你低头跟神祷告 你跟神低头祷告 有灵чики 在腿上 你跟上帝 你这些什么东西 在腿上 是者 你们在腿上 和aus 在腿上 是者 在腿上 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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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腿上 以为 这些事 里面的 在腿上 是者 在腿上 增 我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主啊 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软弱 主啊 帮助我们能够诚恳地面对 并能找出根源 求主你来医治 释放我们内在的伤痛 因你实际下的大能 已经除去了一切的愤怒和伤痛 并带下合一 恢复我们彼此的关系 所以主啊 我们因着你的爱 我们能够进入到自由喜乐的生命 唯有你能够更新改变我们 塑造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主啊 求主你继续地来 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感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